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十一面 心二 第八 佛菩萨相关 那么本经的修学宗旨啊 我们一言以蔽之啊 就是讲到诸佛正偏之海 从心享身 我们一个佛弟子 当然我们心中的目标是要成就佛陀的功德 庄严之海 那应该怎么办呢 佛陀告诉一个方法 一个下手的方法 就是从我们心中的想象里面去创造佛的功德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佛陀没有出事之前 我们凡夫用心中的想象啊 叫做颠倒妄想 在文士学上说啊 你一个人要起烦恼要造罪啊 一定要有想象力 比方说我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到蚂蚁 这个没有透过想象所造的罪啊 是无忌业 这个没有罪业的 你跟他有错误的因果 但是你没有心想要杀他 这个是不能结罪的 所以结罪一定要经过响应的想象 一种错误的想象 去推动你的身口去造业 才能构成罪业 所以我们以前习惯性用自己的想象 去贪求五欲 累积了很多的罪业 大智慧的佛陀出事以后知道众生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在华华记上说啊 众生处处着 引之令得出 就是众生执着有一个象状 他一定要有一个象状让他去攀岩的 否则众生他没有一个下手处啊 他一定要有所住 诶 佛陀的大智慧呢 没关系 我们喜欢想象 佛陀引导我们呢 他也是用我们习惯性的思考模式 安利了很多的象状 对于这种象状呢 是七象解脱的 所以佛法说是大乘的不恶法 以前起货造业是谁呢 也是我们的想象力是 现在创造极乐世界功德庄业是谁呢 也是我们的想象 只不过这个想象是透过佛陀的圣言量的指导 叫做如理如法的想象 以前我们是一种胡思乱想 凭着感觉 胡思乱想 现在是提着佛陀的智慧的引导来做想象 那么应该怎么想象我们才能够成就诸佛的正片之海呢 我们看前面的经文 佛陀在引导我们想象力啊 他是由粗到细 他有一定的次第的 你看一报庄园好了 一报庄园佛陀的引导是三个次第 第一个 先讲到三种的基础的想象 哪三个基础呢 落日观 我们从落日观呢 去做一种光明的想象 但这个光明是温和的 很柔软的 不刺眼的想象 第二个水观 看到一个澄清的水 它是这么的清澈 调柔 我们得到一个什么想象 看到水 清净的想象 调柔的想象 没有杂质 第三个 琉璃地 那琉璃地它是庄严的 它那个琉璃地本身是充满了七宝黄金 而且琉璃地的下面有很多的宝珠放光 琉璃地的上面呢 它从光明当中啊 献出 莲花台 还有种种的楼阁 显现一种庄严的想象 所以我们前面三种的基础想象呢 我们得到极乐世界一种光明想 清净想 跟庄严想 这是一个 你要进入极乐世界 功德庄严的三种基础 那么 透过这三个金属 佛陀就带到主题了 极乐世界一报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 宝树 我们都知道 树跟我们的自然环境呢 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能够 调节温度 净化空气 对我们人类啊 是有很大的帮助 你看佛陀的八项尘道 佛陀来自人世间有八个像状的尘道 有四个跟树有关系 有四个是在树下完成 第一个 出身 佛陀在树下出身 第二个 降魔 佛陀在树下打坐 调伏所有的魔王 第三个 尘道 佛陀尘道不是在房间里面 是在树下尘道 最后佛陀入涅槃 也在树下入涅槃 所以佛陀的八项尘道有四个是在树下完成 所以当然树跟我们关系了 佛陀必须把极乐世界的树 长得怎么样子 它有需要说明一下 因为树在一报环境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二个 楼阁 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 它有地上楼阁 树上的楼阁 空中的楼阁 各种的庄严 楼阁是第二个主题 第三个 跟我们关系最为明确的就是莲花 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第一个 瘦身的环境 是莲花化身 当然它莲花不是在污泥上 它是在巴工得水 巴工得水是流动的 它前面的水是几静态的 莲花的时候 它那个水啊 是一个如意宝珠 那么流出种种的巴工得水 那么这个莲花就漂浮在这个流动的水中 那么这个水它流动呢 边流动还边缩法 它这个是莲花的庄严 所以极乐世界意报的主题有三个 宝树庄严 楼阁庄严 跟莲花庄严 三种 三个主题 那么佛陀讲三个主题以后 开始强调三种功德 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 象征之外 内在有什么功德呢 我们去受用极乐世界的宝树 楼阁 莲花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在本经可以读到佛陀 讲到三种功德 第一个 身心安乐 极乐世界的人民没有痛苦的感受 无有重苦但受诸了 不管你是 但业往生的 不管你是圣人去的 你在极乐世界受用种种的 医报的环境 你不可能出现痛苦 没有这回事情 因为它不是夜感的环境 它已经是超越我们的夜历了 它是法界延期的 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 没有痛苦的感受 叫身心安乐 第二个 极乐世界的环境 随意变现 它不是固定的 它会随你的心情变现 你现在的心情 想要一个复杂的环境 想要一个多元化的环境 极乐世界 它整个庄严光明 就变得多元化 你现在的心情 喜欢 喜欢 简单的 它就变成简单化 所以极乐世界的环境 它不是固定 随意变现 第三个 最为重要 极乐世界的庄严 它能够 施作佛事 它能够演说妙法 增长我们的善根 所以极乐世界的庄严当中 有三大功德 这是诸天所没有的 第一个 它能够身心安乐 这个是共赴天的 在天上也没什么痛苦 身心安乐 世间的安乐 是共一诸天的 但是不共一诸天的 后面两个 第二个 随意变现 第三个 施作佛事 因为天界的快乐 是到我们放异颠倒 那么这个地方 讲到极乐世界 佛陀在引导我们想象 是透过三种基础 然后进入三种主题 最后进入三种功德 把极乐世界的异报环境 我们把它想象过一次 那么接下来 佛陀就介绍了 正报的庄严 这个地方是一个总观 佛菩萨的相观 这个相 它这个相观 是一个假相观 就是说 我们先找一个 说佛世界的相 去观 虽然它不是 极乐世界的一个真实相 但是可以做一个 真实相的一种 方便法门 叫做佛菩萨相观 好 我们先看前面的三小段 请合掌 佛告安然及伟提西 见此事已次当想佛 所以者和 出佛如来是法界身 度一切众生心想中 事故如等心想佛时 事心即是三十二相 八时随行好 事心做佛 事心是佛 出佛正片之海 从心想生 好 这段经文很重要 整个极乐世界的 观想的理论的基础 都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解释一下 佛告安然及伟提西 说 见此事已 当我们能够观察极乐世界的 整个依报状元以后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开始观正报 观正报的佛陀 那么为什么要观佛的向好 观佛的向好有什么好处 佛陀说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说佛陀是以什么为生 凡夫的生叫夜报生 我们受了夜历的主导 但是佛陀的身是法界身 法界身什么意思呢 他是能够以一切法为身 所以他能够呢 入于众生的一切的想象当中 比方说 你想极乐世界的莲花 跟他想的莲花肯定不一样 没有一个人莲花想象是一样的 我们一百个人去想象极乐世界的莲花 依止同样的文字 但是心中出现的莲花肯定不会一样 但是没关系 佛陀有自在力 他能够入于你的想象当中 你的莲花比较小朵 他也进得去 你的莲花比较光明 他也进得去 只要你全程恭敬 照着佛陀的文字像来想象 佛陀他就有办法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这个入什么意思呢 这德大师说 佛陀有大自在力 当然这个自在力跟他因地的时候 他修学善业的时候 他有菩提心 他有利他的心 有空振剑 没有我像人像的对立 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呢 他有这种 救拔一切众生的自在力 那么这部分是耶佛来说 就身为佛陀 他有大自在力 来进入到众生的想象当中 这是佛陀这方面来说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看下一段 事故如等心想佛事 所以我们那个凡夫啊 当我们依教奉行 来想象佛陀的依报 正报庄严的时候 我们这念心啊 这种想象的心啊 当下就去入佛的功德庄严 佛的三十二相 八十种随心好 所以呢 这叫四心做佛 四心施佛 这两句话是整个观经的重点 就是说 观经的重点就在 四心做佛 这个做 本经的意思就是想象 我们透过对佛德功德的想象呢 我们内心就能够升起佛的功德 所以四心做佛是业因 四心施佛是业果 当然这个四心做佛 四心施佛 这大师比较详细了 他从两方面来说 第一个 从智力的角度 智力的角度 他说啊 三昧能成几十果佛 就是说你在想象的时候 成就一种禅定的三昧 他就能够开显我们内心的 自信的功德 从智力的角度 他叫三昧能成几十果佛 第二个 从他力的加持角度呢 尽心能感 他方 应佛 我们以念自成皈依的心啊 去想象佛德呢 他就能去召感 他方 这个地方 特别指的是阿弥陀佛的功德 他力 我们把这个想啊 这句话解释一下 既然整个观金的操作啊 就在这个想 这个想啊 他有两个相貌 第一个呢 叫做一静取向 比方说我看这个花 这个花本来跟我没有关系啦 它是我心外的花嘛 但是你透过你的想 它可以从你外境的花 变成你心中的花 怎么办呢 就透过想是吧 你把这个静啊 去取 透过你的想象力啊 把外境的花 把它转成你心中的花 就是想 所以当这个花在你心中出现的时候 这就有个像状了 是吧 这个第一个 一静其像 第二个 失色名言 你这个名言 本来它是一种概念啦 但是概念一般人听不懂啦 简单讲就是心态 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 所以想有两个内涵 第一个 你心中的相撞 第二个 你内心的心态 比方说 我们今天想极乐世界的莲花 这个地方 以致的大师讲 它有两个心态 第一个 你从莲花当中的专注成就三妹 你就就可以从莲花当中啊 去启发你内心的清净的功德 你莲花表示清净嘛 所以三妹能成几十果 几十果佛 就是说 你能够从相来修心啊 这是从智力的角度啦 你看莲花看久了 你的内心自然清净 那是用一种专注的心态 来看年化 第二个 你用一种心求归一的心来看年化 后要的心 诶 这个能够感应弥陀的功德 有两个内涵 从智力的角度 我们叫做借向修心 开显自信的功德 从利贪的角度 我们升起归一的心 去感应佛陀 所以他这个 其实都可以叫感应啊 都可以叫感应 你心中出现一个极乐世界的象征 第一个 向内感应 你的真如本性 第二个 向外感应 阿弥陀佛的本宴功德 两种感应 两种心态不同 一种是专注 社群专注 一种是自成归一 两个心态不同 所以说 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这个做 包括一种 专注的意思 也可以 也可以说是一种归一的意思 专注 那就启发自信的功德 归一 他就是感应阿弥陀佛的功德 这叫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好 我们做一个总结了 诸佛正片之海 从心想生 所以 一切诸佛的功德 是怎么来的呢 是我们心中的 想象力创造出来的 这个思想在佛陀的法华经 讲得非常详细 佛陀在灵灭度之前 晚年的时候 讲法华经 说为什么我要出事 为什么我要说法 我是怎么说法 佛陀讲方便品说法 开方便门是真实相 佛陀说我觉悟的真理啊 这法实相啊 是没办法言说的 怎么讲都听不懂的 那佛陀你没办法言说 我们没办法想象 那我们永远没有希望了 因为真理是离言说像的了 但有言说就错误了 这佛陀必须怎么样呢 好 那么慢慢的引导众生吧 开方便门 施舍方便啊 佛陀就讲 真如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 你就可以想象 他是清净本然 他有个像状 对不对 他的本质是清净的 他的量呢 是周遍法界的 就是一个像 但是没关系 说那年里着像 你就没办法得到真如 没关系 你先着这个像 但是慢慢慢慢的 你把凡夫的 有所得心 先对峙出众的烦恼嘛 那么我们凡夫叫 待望修真嘛 先假借佛陀所安利的望像 修真实嘛 但是慢慢慢慢的 你把其他的烦恼调覆以后 最后这个像 也把它舍离掉 最后就入真如了 你刚开始肯定要有个像 都能引导你 所以诸佛正边之海 从心响生 比方说我们今天 你看 借象修心 我们今天想象孔夫子 一镜起相 四色迷眼 我们想象 孔夫子的像状是什么 读卢音 你就可以知道 孔夫子是什么像状 他是一个千千金子 悲语之目 孔夫子讲话很温和的 他很少骂人 他讲很多道理 讲很多批语 来花明 你要遵守礼节 但是你看孟子的像状不一样 你看读卢音 读卢音 读孟子啊 如木春风啊 读卢音啊 如文战谷啊 孟子讲话是 咄咄逼人 他都有气势 他讲浩然正气啊 孟子强调行侠仗义啊 路径不平啊 拔刀相助 所以孟子在批评一个人啊 那是非常尖锐的 所以你看孟子 我们看到孟子的像状啊 总想要找点事情做 很有气势的 那么你看这个 你要读老子就不要 老庄的思想 那是强调 以示隔绝啊 自由自在 因为老庄认为 生命的价值就是自由自在啊 这个最重要的 没有比自由自在更重要的 所以它是 它是一个隐识 一事 一事无真的隐识 所以我们 去读不同人的思想 会产生不同的相状 会产生不同的引导 你读孔子的相状 它的语言文字的相状 它会引导你 变成一个千千金子 卑影师母 非常谦卑 你读孟子的文字 这个相状呢 它会引导你 变成一个 很有正义感的侠客 藏义直言 你读老庄的文字相呢 它会引导你 变成一种清清无为 那我们今天看 佛菩萨的相状呢 我们引导我们 进入慈悲跟智慧 所以叫诸佛正边之海 重新享受 我们以前 起烦恼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打妄想的心 胡思乱想 现在写佛 还得靠这个想象 来想象佛菩萨的 整个文字相 整个 所带动的 一正庄园的相照 你看外道跟恶秤人 就错误了 外道恶秤 说我以前打妄想 看这个想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 结果变成一滩死水 如果你一天当中的功课 就是拜佛 把佛 一天拜佛八十八佛 然后练个佛 持个奏 然后什么都不想 然后完全就 就完全没有解门 只有行门 那你的修行叫做 如实压草 很多人 我发现很多人 就在家即使修行 都是如实压草 我现在啊 跟人家吵架 烦恼很重 我去拜佛八十八佛 哎好了 好了 这功课做好了 再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再拜佛八十佛 再去睡觉了 那么你都没有培养 一种新的想象 你的生命啊 只有吃止痛药 你也没有一种 增上的力量来引导 因为你也没有 创造一个新的想象 很多人 我看很多技师都是这样 一天当中 把新门关客做完 他就觉得心里安慰 我关客做完了 可以睡觉了 但是你心中的想象 还是停留在你过去的想象 这个你要知道 你心中的想象啊 这个大致讲多严重 这个是你的种性啊 你种性没有改变呢 你以前是一个葡萄的种性 你还是升起葡萄呢 你做了很多的三性家型啊 是长出比较好的葡萄 葡萄的本质不会改变了 你没有听闻佛法 你就不能产生一种高层次的想象 你永远活在有凡夫的想象 你就不能超越三界 所以你不能只做行门定客 你要听经你才能够提高你的见地 提高你的想象 叫做反望归真 如果你没有听经 你的生命就没有进步了 完全没有进步了 就是做个功课 调伏你的烦恼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烦恼起来 再做个功课 再调伏下去 这个叫做吃止痛药了 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很重要 诸佛正偏之海 重新享生 我们要透过佛陀的 以言文字的引导 做出正确的想象 才能够灭恶生善 这个地方包括我们 开许自信的功德 也包括感应佛陀的本愿 两个都是想象 那么你有这个观念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要修观了 我们看下一段 那怎么修观呢 我们看下一段 修观之法 事故应当一心细念 地观彼佛 多陀欧切度 欧罗赫三秒三 佛陀 想彼佛者先当想象 异幕开幕建一宝像 如颜福坛金色 作笔花上 见像座椅 心眼得开 寥寥分明 见极乐国 七宝庄严 宝地 宝池 宝树行业 诸天宝曼 弥附其上 重宝罗网 满虚空中 见如此事 极令明了 如观掌中 好我们看 这个观影响佛陀的方法 我们应当一心的细念 去观想彼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 这以下提出的三点 第一个 多陀阿切陀 多陀阿切陀是指的如来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佛陀的法身遍满 没有所谓来气象 这个是讲到佛的法身 阿罗欧 阿罗欧就是应供 能够看守九界众生的供养 这个是指佛的硬化身 三秒三佛陀 是正偏知 是指佛陀的大事会 光明了 无所不知 无所不见 报身 但是我们在观的时候 因为法身报身是 境界很高的了 我们就以 佛的硬化身 为下手 本经后面我们会讲到 以佛的硬化身为下手 那么在观想阿弥陀佛的时候 先当想象 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过阿弥陀佛 那怎么办呢 先找一个像状 或者是木雕的 或者是画像的 那么你闭目开目 就见到一尊佛像在你的眼前 那么它是放出紫金光色的 它坐在一个莲花台上 那么坐在莲花台上 你慢慢的 慢慢的 你的心眼得开 寥寥分明 心中的想象力 慢慢的增加 然后让这个 你前面的想象 变成你心中的像状 让它在心中显现出来 是寥寥分明的 那么我们是 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你就知道 佛陀是先观正报 再观义报 那么佛像观好以后 在观想 在佛的旁边 有七宝庄严 有大地的国土 有池水的庄严 有宝树楼阁 还有各式各样的宝蔓 这个宝蔓是在宝树上面 挂在这个宝树上面的宝蔓 还有这个宝树上面的珍珠 罗网等等 都满虚空中 见此 见如此是 极令明了 如观掌众 我们看佛陀在解释极乐世界 它是先解释一报 再解释正报 它是这样的 由粗到细 但是当把正报 一报混在一起的时候 它先观正报 然后再把一报配进去 因为你这个正报是主嘛 主导者嘛 你网上提到世界是为什么 因为有佛嘛 你看我们今天 我们观想一个国土 我们观想美国 美国的 美国的马路比较宽 是事实的 它的马路比较宽 停车也很方便 它的树也特别的漂亮 一报环境 那真的是开阔 但更重要的是 美国人怎么样 它的人心怎么样 这个正报最重要 我们今天 网上极乐世界 我们也不是为了 环境而去的 我们是见佛文法 所以你 当你把一正二报 混在一起的时候 那你要以正报为主角 先观正报庄严 然后再把一报环境配进去 佛陀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再看下一段 欠此事已 复当更作一大莲花 在佛左边 如前莲花等 无有意 复作一大莲花 在佛右边 想一观 是因菩萨像 作作花座 意作金色 如前无意 想一大四字 菩萨像 作右花座 此想诚实 佛菩萨像 皆放光明 其光金色 照珠宝树 一树下 亦有三莲花 珠莲花上 各有一佛 二菩萨像 片满彼国 好 那么因为正报的庄严 是很难观的 因为正报 是比较精致唯妙 所以佛陀说 我们先找一个像状 你熟悉的像状 你先把这一尊佛像 关起来 那么这尊佛像 关起来以后 旁边有很多的 宝树 楼阁 池水的庄严 然后 你在 佛的左边 又观想一个 很大的莲花座 那么这个莲花座 关起来以后 再观想右边 又有一个 很庄严的莲花座 先观莲花座 然后在观想 莲花座上面 左边有一个 观世音菩萨 当然观世音菩萨 要比阿弥陀佛 稍微矮一点 也是金色的 然后在观想 在右边 有一尊大圣事菩萨 在右边的莲花座 他是先把佛 观出来 再把菩萨配上去 慈想诚实 佛菩萨像 皆放光明 我们前面在观 佛菩萨观的时候 是静态的 先观一尊 然后变成一对 这是静态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就由静态变动态了 观想佛陀 身上精神放精光 那么他一放光的时候呢 就照了宝树 那么照宝树干啥呢 在这个宝树下面呢 因为你光明的照了啊 每一个树啊 又产生着三朵莲花 又是一尊佛 两个菩萨 所以你看 其实世界很多宝树啦 就有无量无边的 西方三圣 在宝树下出现 我们是先观 一尊阿弥陀佛 两个观世音菩萨 然后在放光呢 在观想有无量无边的 西方三圣 我们供养佛像 你要嘛供养一尊 你要嘛供养三尊 没有人供养两尊的 都要知道 你供养两尊佛像 那不知道谁是本尊啊 也没有人供养四尊的啦 四尊的话就是 有一尊在前面牵手关 他佛菩萨 他一定有一个本尊相应的 就是说你你的佛堂跟你做的功课 一定有关系啦 你修什么法门 你就供养什么佛像 不过以前我们有一个 佛学院的老师啊 我的恩师啊 上信下凡长老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他说修净土的人 当然他是他老人家 专攻净土啦 他做了很多净土的经论 上信下凡长老 他说你一个佛弟子 不能忘本 他看到很多的战家祭司 只有共西方三圣 他觉得这个 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他说你再怎么样 共西方三圣 当然我们净土中以 阿弥陀佛为本尊嘛 是吧 但是你为什么知道 净土法门呢 你怎么知道的呢 那释迦摩尼佛介绍的呢 所以你起码 你身为一个 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我们生长在 释迦摩尼佛的法中出身 一定跟释迦摩尼佛有言 即便是末法 末法也是法 我们在释迦摩尼佛的法 受三规一 受他老人家的教化 所以你 不管你是怎么样 要共一尊本事在前面 至少一尊本尊 共在前面 然后再共西方三圣 你不能够 佛堂当中 连一尊本事都看不到 这样子你身为一个佛弟子 就不好 忘本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讲到佛像要注意 因为佛像 它就代表我们的心态 借相修心 我们一般来说 它是三尊 那么三尊当然是的 大师说这表示中道 也离两边 顺度中道 也离空有二边 顺度中道 所以大圣佛法 要么一尊 讲到一心真如 要么就是空甲中三观 三尊 这有表法的意思 好我们看下一段 词想诚实 行者当闻 水流光明 极出宝树 浮宴鸳鸦 接说妙法 出定路定 横闻妙法 行者所闻 出定之时 一词不舍 另与修多罗合 若不合者 名为妄想 若与合者 名为出想 见极乐世界 好 思想诚实 这个想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佛 一尊佛 两尊菩萨 还有配合 依报的庄严 这个极乐世界的想象 那么你慢慢慢慢的想象 我们说过 诸佛如来 是法界身 入一切众生 心想中啊 那么我们透过这个想象 我们一念心 跟阿弥陀佛 明明当中呢 感应道交 等到音源成熟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听闻到 水流 这个极乐世界的 确保持的水是流动的 它会放出光明 光明当中的说法 或者是宝树 宝树呢 微风吹动 它也会说法 或者是福燕 燕阳 福燕是水 福是水鸭啦 燕子是猴鸟啦 燕阳也是水鸟 那么这种水鸟 都能够演说妙法 极乐世界 它的说法是 有情 无情 同宣 妙法 有情当然是鸟类啦 一个有名鸟性的 无情呢 水啦 宝树 都可以说法 那么你听到这个法 以后呢 出定 入定 横文 妙法 我们做极乐世界 一报官的时候啊 顶多就是消你的业障啦 那么你要往生到净土啊 那是来生啊 生诸佛果 所以一报 庄严 它的感应呢 是天重在破恶 消业障 但是你一旦进入正报的时候 不是啦 你见佛就不是来生见佛 就今生见佛 见佛文法 所以观一报跟正报 两个都可以消业障 但是你观一报 你没办法见佛 你要见佛呢 来生见佛 但是你观正报不一样啊 那是今生就可以见佛文法 所以行者 等于是正报庄严以后呢 所听闻的佛法 出定之时 横一尺不忘 你即便你出了定 你入定的时候 听到出定都可以 想象得到 不像你做梦 做梦那心是暗顿的 你做梦的时候 你一梦中出来 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但是你入定所听闻的佛法 你出了定以后 是一时不舍 而且最重要是 要跟修多罗合 我们在观阿弥陀佛观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大师是菩萨观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佛菩萨陷阱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魔王陷的还是阿弥陀佛陷的 所以在乐园经上说 我们没有能力来判断 魔所现的三十二相 跟佛本身的三十二相 我们没有能力判断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他所说的法 对不对 只要这个法 他违背了圣道的根本思想 所谓的出离心 菩萨陷 空振界 比方说 你看到佛三十二相 问你说 世间的快乐 是永恒常住的 它就是涅槃了 你不用再找涅槃了 世间的无意快乐就是涅槃了 这就错了 佛同说 世间的无意 是杂染一相 是无常败坏相 所以 你听闻的佛法 你必须跟修多罗的经典 相符合 假设不符合 表示你遭感了魔镜 堕入一种颠倒妄想 假设合着 那你就是如实见到 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 跟阿弥陀佛感应到教 关于这个魔镜的判断 我们说明一下 降魔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 如果你一生都没有魔镜 表示你没有真正用功 因为你开始在回光缓照的时候 增望焦工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一些事情出现 这是修行人的必经过程 那么判定魔镜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 以教应心 就是说 这个人他告诉你的信息 告诉你的观念 跟佛陀说的修多罗意 有没有相合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以心应心 直接用心来应心 因为有时候他现象 他没说法 那小使官说的 我们在修莲花关的时候 突然间 莲花坐面 我本来是说莲花关 突然间 有一个东西坐在莲花上面 也放大光明 那么这个坐在莲花上面 到底是佛 给我的加持 给我的鼓励 还是魔王来干扰我呢 他也没有说话了 没有说话 我怎么办呢 以心应心 这倒是说 你用你的心 去感受这个相状 如果这个相状出现以后 你开始躁动不安 你开始不想做了 那这个就是有问题了 如果说你做了以后 这个相状出现以后 你更加的安定 更加的发喜 更加的激进 谁属于涅槃 这个相状就证实了 就是这个相状是 谁属于无名的躁动相 还是谁属于涅槃的激进相 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的 以心应性 这是一个判定方法 好 我们最后一段 把它做一个总结 视为相讲 明帝八观 坐视观者除无量一节 生死之罪 于现身中得念佛三昧 好 那么这个是正报的第一观 所谓的第八观 佛菩萨相关 那么他除了能够跟 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观啊 有相同的效果 能够灭除我们重大的 五逆十二 犯法 种种生死的重罪 更重要他有 不供仪 依报的观啊 他能够现身得念佛三昧 你能够今生 当下能够见佛文法 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这个是正报官啊 不供仪依报的地方 现身得念佛三昧 好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 感谢观看